一会儿我东西往下一扔 你就破口大骂 骂人 我可不会啊 骂人有什么不会 你就骂我骂 骂你 慕容姑骂你 我可骂不出来 这哪个不长眼的呀 眼睛脏屁股了 不然 不然不然 你怎么把我东西给我扔出去了 小孩小孩 看见我东西了吗 大爷啊 是您啊 家里木老五发胃了 对不起啊 不然啊 这东西能不能扔啊 不然不然 这东西不能扔 这被人饿了 不然不然不然 不然 不然不然 待会儿柯正愿你赔的话 你看就亏了 你放心吧 他们不但不会让我赔 还会送全新的上来 不然不然 您手下留情 这不能再扔了 不然 先说清楚啊 这些东西你自己掏钱 不关我的事啊 不然不然 哎哟 哎哟 夫人您手下留情啊您 成贵的 那么大的烟啊 这硬是烦的 小二 拿纸来 哎 哎 成贵的 这是什么烟啊 君机大臣和声 喂 你别再抽了好不好啊 熏死人了 对 你再凶点 那掌柜的马上就要上来了 小二是人家上来找你算账 谁啊 我 我 掌柜的 对 对 哦 进来吧 进来吧 哎 哎 掌柜的 找他就对了 东西啊全是他人的 大爷 嗯 东西全在这儿了 没小吧 这东西你没打开看吧 嗯 没有 没有 客宠规矩 客人东西不能动啊 哦 那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您是 经商的吧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我是经商的 小本生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 哎 掌柜的 他把你东西全砸了 你不要他陪啊 东西 哦 这些烂东西 我早就想砸了 小二 嘿 来了掌柜的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掌柜的 招子亮了 哎 您看这些还入眼吗 啊 啊 凑子乎乎 马马虎虎 还将就着用吧 哈哈哈哈 是 您啊 多担待 宵夜 待会儿给您送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好 奇怪了 这样的人真是有毛病 你越砸东西 反而越客气 这怎么会呢 那是因为你面子大 我的面子啊 啊 真的 真的 看完 开门呐 开门 开门呐 睡得跟死猪一样 开门 合成计划 舅爷有及时谢谢您 真讨厌 让他进来 舅爷请 姐夫 姐夫 老六 你也太不像话了 深刻半夜你吵啥 你吵啥 是不是你姐姐让你来抓奸的 不是天大的事 小人也不敢打扰姐夫您老人家呀 天大的事 烟成有天大的事 这里只有屁大的事 姐夫 您过目 合成 老爷 管他合成海生的 月生了 人家都困了 去去去去 来呢 爷 杯酒 我要去支付衙门 走 这是何忠堂的公函 这个大印一模一样 这印假不了 何大人真的来了 何大人来了 好 何大人可是咱们的靠山啊 啊 这回咱们可得好好地孝敬一番呐 啊 主养何大人大名 却无言一面呐 是啊 这些年来 我跟何大人也没见过面 嗯 来人呐 府县各文武官员 立刻到客栈去接驾 行吗 啊 大人 大人 要是别的衙门先把何大人借走了 咱们就亏大了 是啊 何大人可是皇上的心腹啊 上次何大人去山东 那个巡抚稍微慢带了一点 呵呵 这个顶带可就换了颜色了 何大人是不能怠慢 如今他是微服私访 身穿便服住在客栈 这是何意 这说明何大人不希望光辅着人去打扰 事业言之有理 九门提督八级何大人是出了名的 可是何大人嫌他烦 结果给他赶到新疆种树去了 啊 那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大人怎么办呢 哦哦各位各位各位 冷静不要着急 听听师爷的高见 范大人说的对 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上上之策先派个人 去摸摸底细探探虚实 套套近乎 好大统啊 你去一下吧 我一个人 范大人 我陪您去 好一文一武 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好 感谢观看